人分飞 爱相随 哪怕用一声去追 我有怎么追的回忆 不得不说小歌不愧是模仿界的鼻祖 模仿周华健还真抓到了精髓 在歌坛中有那么几位实力派 声音多具特色 但就在我们认为他们的歌声无法复制时 偏偏有人不信邪 一开口原唱都得轻轻自己出道岗 张杰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并且拥有很高的辨识度 但在某节目中有位小伙 模仿张杰的勿忘心安 开口就让众人惊讶到无嘴 连王涵都说 就算薛娜站在这个地方也分不出来 人啊 我刚才特意就是背着他这么听 吓一跳啊 张杰自己都吓一跳啊 已经娜娜站在这个地方都分不出来 我跟你讲 听过很多人模仿别的歌手 但好像比较少听到别人模仿我 林俊杰作为行走的CD 慈性的声音完美的转音都是他特有的标志 一般人很难模仿 直到素人太宗强一开口 简直太吓人 这究竟是吞了几个林俊杰 太明显了 我太宗强了 没掉整夜不能睡 夜色那里都是累 一定都无人吧 坐过 闭过 闪过 慢过 那是谁 她是谁 我就是蔡宗强的 薛之谦凭借独特的薛世情歌和搞笑的性格 不仅吸引了大批8090后的粉丝 甚至俘获了不少00后的心 而模仿薛之谦的人就更厉害了 不仅唱歌像 连说话也很像 用杨迪的话来说 就是比薛之谦还像薛之谦 哇 真的吗 我天呐 好尴尬啊 哇 太像 唱歌也很像是吗 来唱一 盖杯和 哈哈哈哈 这个像 这个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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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吧 这样最像 哎 连垮掉都很像 盖杯和你演出的 火焰时而不见 有有有有 才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是表现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的血 开始 适应时代的改变 看那些逐渐的表演 和你曾经那么爱我 刚迈你去世间 现在你都没他像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你都没他像 他比你还像你 哈哈哈哈 嘛 感谢观看